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月31号是什么节 好像什么 诞辰谁的啊 先总统讲公诞辰纪念日 年轻人就会回答 万圣节 代表老婆 我们两个年纪还是有一点 要记得是什么什么诞辰纪念日 其实10月31号是光辉的10月 最后一天 那个时候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10月 还有4月 4月有春假 然后10月有一堆假 从国庆日开始到 台湾光复节最后一个结尾就是 先总统讲公诞辰纪念日 过完这一天黑暗的日子 就来临了一直登登等 要等到第二年的元旦 然后和春节才有假好放 不然中间一两个月就知道好好念书了 可是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 10月31号我们以前 是一个放假日哦 现在大家过的都是万圣节 老婆在你印象当中 万圣节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就好像我看路上会有 对小孩穿着 就是打扮的很恐怖的样子 要去药堂过 很恐怖还是很可爱 恐怖 我觉得是很可恶的样子 老师不是小时候都教我们 不可以伸手跟人家要东西吗 嗯 所以他们要去敲门啊 对啊你看 敲门跟一个不相关的人要东西 要不到东西还要捣蛋 嗯 这是什么教育 这又是什么文化 今天不是来批评万圣节来的 在万圣节这天啊 我们的印象当中 大概会有三个现象发生 一群年轻人穿着奇装衣服在街上闲荡 嘿你说不像鬼吧 他还真的有点像鬼咧 再来就是小孩子明明很可爱 也要装扮成稀里呼噜乱七八糟 或者是什么流血的样子 然后到街上跟别人要谈过 第三个就会看到有一堆雕刻的南瓜 嗯 对不对 台湾比较少见 可是在国外或者是在外国学校 或幼稚园 现在刻南瓜灯笼的这个习俗啊 或者是一个传统活动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 老婆 那万圣节到底是什么由来啊 万圣节 嗯 我不想 这个故事就很多了 万圣节是在英国那一代传出来的吧 一般都是这么说的 他是英国的凯尔特人 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之间 他特别纪念一个日子 也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过年吧 大概会连续放假庆祝三天 因为他们相信10月31号就是白天开始变短 夜晚开始超过白天的时间 也就是一个日夜交替的时候 日夜交替的时候 日夜交替的时候就要把一些农作物收藏起来 准备过冬了 另外他们一直相信日夜交替的这一天 人间和阴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 所以阴间的鬼魂很有可能在这一天来到人间 跟我们的传统差不多 我们是7月嘛 他们是10月31号 那来到人间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下人 第二游荡 第三找东西吃 第四抓交替 可是人不怕他找东西吃 也不怕他游荡啊 人最怕他什么 抓交替 那怎么办呢 就只好把自己打扮成 跟那个牛鬼蛇臣一样 或者跟鬼魂 或跟孤魂野鬼一样 让鬼看到他的时候好像是同类 这样子他就不抓他了 其实他的由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10月31号这天 大家就要打扮的奇妆衣服 非常恐怖的样子 一直流传道歉 那跟南瓜有什么关系 嗯 对啊盛禅嘛 嘿 跟着也没什么都没关系 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叫杰克 杰克 他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人 反正平行也不是特别好 有一天他喝了酒之后 看到鬼了 他就把鬼偏到树上去 哎 鬼就上过去了 就他就在树干上磕一个十字架 嘿 这个时候鬼下来 嘿怎么办呢 他就在下面嘻嘻哈哈呼呼大笑 就鬼不得不妥协 他说从此不会再骚扰 他也不会 那个什么把他抓入阴间啊 这一些的 结果他就把这个十字架给抹了 哎 撒旦就回到地下去了 可是有一天这个人死了 你看他这个调皮捣蛋的个性 他上不了天堂 对不对 可是地狱也没有他进去的路 因为他骗过撒旦 骗过魔鬼 鬼怎么会让他再进去呢 结果他就变成一个孤魂野鬼 在人世间游荡 没有地方可以去 有一天魔鬼还是可怜他了 给了他一点灰烬 让他找到下地狱的路 他才有办法转世投胎嘛 给了他一点灰烬 他把这个灰烬不见了 他就用苹果或者是 不是苹果 萝卜或者是无青蛙 空了 然后打几个洞 当作指引他到路的明灯 嘿 这个就是南瓜灯的由来 这个习俗传到了美洲之后 我们都知道我曾经讲过 南瓜的原产地是美洲嘛 他发现那个南瓜比萝卜好看 南瓜比萝卜保存了更久 南瓜皮比萝卜皮更硬 所以就用南瓜来刻这个灯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会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看到 南瓜用来刻这个灯 两个说法 一个说刻成魔鬼的样子 驱魔用 第二个就是里面放蜡烛 当作指引道路的什么 明灯 可是重点来了 刻完南瓜之后 那些南瓜纸呢 有没有人关心过他 嘿 我看到前几天我同事很多小朋友在那个刻南瓜灯 我想这个纸就给他丢到垃圾桶里面 实在太可惜了吧 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怎么可以浪费食物呢 老婆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南瓜籽 有啊 就是那个白瓜籽对不对 皮白白的剥开之后里面是绿色的 这个南瓜籽其实营养成分非常丰富哦 我讲几个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回去就不会把南瓜籽给丢掉了 第一个他对男性有功效 他含心量特别多 他可以治疗或者是帮助男性色护腺的健康 可以增加膀胱的力道 避免贫尿的问题 男性的福音吧 对女生来讲他可以预防骨质疏中症 他维生素E的含量特别高 他还可以降低胆固醇抗老化 你看南瓜籽多有效 而且不用吃多哦 根据研究一天只要吃10颗 就会有显著的效果 你看一颗南瓜那么大 里面有几百颗子不把它留下来 太可惜了 而且南瓜籽真的非常容易做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南瓜籽该如何做 这是我在新党的一位好大姐 赵大姐她传授我的方法 说她以前在美国小孩子就是磕南瓜 大人就是把它拿来烤一烤 在旁边磕瓜籽 小孩磕南瓜 大人磕南瓜籽 好嘞 那我们来看看这要怎么做 你看我就是前几天把同仁 小孩子丢掉的那些南瓜籽 通通给它包回来 就小孩子还来问我 我听到她问她妈妈说 那个叔叔是不是家里很穷 怎么她都把我们丢掉的东西拿起来 说要带回家吃 妈妈我们要不要给她一点食物 这小孩不错 有怜悯之心 好嘞 怎么不再想小孩子 其实这个闻起来就是个西瓜的味道 特香 特香 南瓜闻起来就是西瓜味 好嘞 第一个步骤 我们就是把它拿去洗 尽量把它这个肉的部分都洗掉 就是把它这个籽给剥下来就好了 好不好 好嘞 来 我们就是把它洗一洗 你看 这个把它籽给它取下来 太小的就不要了 然后把这个肉给尽量洗掉 然后最后留下来就是大概类似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稍微清理 好不好 那我们自己来洗一下咯 两颗南瓜洗完之后只取出来这么一些些 可见南瓜子贵还是有道理 洗这个还真的挺累人 我跟老婆剥了个半天才把它洗得这么干净 洗完 抽滑了啦 洗完之后就把它给倒出来 把它稍微晾干一下 如果你有餐巾纸 用餐巾纸把它吸干也是没问题的 这样把它吸一下 好 如果没有餐巾纸 就放在电风扇下面吹个半小时 一小时 它也就干得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把它晾干一下 再来处理它 这南瓜子干得差不多了 光看就觉得很漂亮的感觉 这样我们就把它放到烤盘上面来 哇 还不少比我想要那么多耶 轻轻轻轻轻的声音就听起来很爽 然后把它稍微铺开 有的人这个时候会撒一点盐巴胡椒 或者是南美洲会吃辣味的南瓜籽 会加一点辣椒粉 然后有的人还会拌一点点橄榄油 但是咱们今天就吃原味的吧 你说要烤之前就要先加 对对对就先给它加 然后烤了之后就会黏在上面 跟着油它还会渗进去一点点 把它稍微铺开 差不多了 你看就这个样子 我们准备把它送进烤炉里面 好 大概烤个十分钟吧 八到十分钟看一下 每个人的功率不同 我今天设定的就是上火200度 下火摄氏200度 然后放进去烤十分钟左右 好 但是八分钟的时候 我会先拿出来试一下 看到你烤过的有没有 好 好嘞 现在放进烤箱里面 上火200度 下火摄氏200度 一共烤十分钟 我们到八分钟的时候 可以打开来再看一下 这样有没有很漂亮 有 看起来晶莹剔透了 十二分钟 怎么样 蛮香的 蛮香的 看起来不错吧 中间打开翻了两次 也取了一些样 你看这是八分钟的 这个九分钟的 这十分钟的 我刚拿出来啃了一下 觉得还有一点不熟 我们啃一个看 有声音 有声音啊 脆脆的 你看 有了 十分钟的 我觉得还可以再烤一下 所以我又把它进去烤了一下下 看不清楚 就被你吃掉了 太小了 对不太到焦 不用对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就把它挖起来 觉得里面还有点丝丝的 所以我们又给它烤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 十二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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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像会他们抓一颗香的实验 对啊 你看有的烤的比较焦一点 有的烤的比较不焦哈 嗯 中间可能把它拿出来再翻一下 或者铺均匀一点会比较好 找一个管它的 很脆的声音 这感觉就不压了 你看这个就起来了这一颗 我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像南瓜子 不用多吃十颗就够了 反正就闲着磕来磕去 香 香 十二分钟差不多 可是大家还是要看自己家里烤箱的功率 要在旁边盯着看 反正就把它看着看着 嗯 肺无力用嘛 你看一下一磕就起来了 嗯 嗯 像我今天的份量已经吃掉五分之一啊 呵呵呵 這樣不是很棒吗 真的就是 小孩子磕南瓜 大人磕瓜子 嗯 而且 不但磕瓜子 男的还可以保养色乎鞋 女的还可以预防骨质疏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小活动 过两天要过万圣节 我想礼拜六礼拜天 很多小朋友都开始磕南瓜灯了 把南瓜籽留下来吧 既好吃又营养又好玩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亲子活动 除了磕南瓜 还可以吃吃南瓜籽 各位好朋友 祝大家 先总统讲功诞辰纪念日快乐 万圣节快乐 长期漫谈咱们小菲姐 拜拜 那旁边还有一个咖啡色的色 对啊 这个也过去了 对啊 这个是烤到15分钟之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可是闻起来真的很像咖啡味耶 你不讲根本就像咖啡豆 我们啃一颗看看 闻起来就很像咖啡豆 15分钟 外面还漂亮不漂亮 可是里面你看 里面整个都焦掉了 里面啊 肉都焦掉了 好 闻起来就是咖啡味 好这样不行了 好 好嘞 那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了 嗯 章心漫谈咱们下回见 拜拜